未来的两三个月 可能还要接着会上演 有几百场的大大小小的祭典活动 这部分来讲部落该怎么因应 圆明会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好 那其实针对祭典这一块 其实我们会里的教员处 在3月11就已经召集地方政府 就开了个会了 那其实地方政府也针对说 有关在6月之前的这种 所谓比较大型的这种祭典活动 大概都是延期或是取消 好 那因为其实大家都怕的 就是群聚感染 所以我觉得中央是有给一个 所谓的公众集会的风险评估 但是地方政府一定会就各地方的疫情 去做一个评估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说 要去做减害这一块 那所以这个是在那个祭典这一块 那另外一个刚刚就是回应 刚刚贤任说的 就是有关那个计划纾困 其实这个是分4个阶段 在进行的 那我们现在这段重点是在纾困 所以您刚刚提到那些 其实那个是在整个欧美疫情之前 其实提的一些计划 这本来就会滚动修正的 那我觉得其实现阶段的重点 是在于纾困 因为其实就像刚刚 其实陈教授有提到的 经济是我们最担心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部署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 尤其我们的原住民的财产 都是小型的 一定要让它可以撑得过去 所以这个是现阶段的重点 如果按照就是卫福部 就是提供的一些公众集会的 一个指引化 它其实对于大型活动 它是定义在所谓1000人以上 可是其实事实上 很多部落的祭典 并没有到那么大的规模 这部分来讲 那圆明会还是会 有怎么样的建议提供吗 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 健康风险沟通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是小部落 那其实部落你要办的时候 你就要去评估你的风险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刚一开始 就是讲到的 就是它有几个指标 那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要防的是病毒嘛 不是要防我们的 不是要去防人 因为其实现在政府 已经把大部分的人都框住了 病毒大部分是围堵住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做的就是 我们要更谨慎的来办一个活动 那比如说如果我们确定 这个是要办的 我们就把风险降到最低 比如说我们的距离就拉开 拉远一点 那还有就是你在一开始 你就要去测体温 那还有就是说在饮食的 不过我们都知道 它最多的就是接触感染嘛 所以你就是要预防这一些 那但是就是说 这里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 健康风险沟通的概念 所以其实地方政府有提到说 这个是要跟部落做一个很好的沟通 那当然是透过地方的卫生所 这个是部落最信任的 的一个专业啦 其实我们在看 就是说台湾其实已经进入 高龄化的社会 那在原乡部落来讲 人口老化的一个情况又更为严重 也因为由此所以我们知道像前一阶段 前一阶段的部落的一个卫教宣导 圆明会是主要是透过就是 部落文化健康站的一个系统 我想请教科长就是说 目前圆明会已经做了哪些工作 以及正在进行哪些工作 好谢谢 谢谢主持人 那我想说其实在一开始 一月就是年假的时候 我们知道大陆已经开始烧了 所以当时其实行政院就已经也通知 我们就说那我们这些据点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年假 我们就用LINE通知大家要注意了 那要开始宣导 那接着2月5号我们就主委 就马上到了北夜 上次有跟大家分享 其实那一次的宣导很重要 因为那时候是安定民心 因为那时候其实国内 真的没什么安利 那我们觉得最好的防疫就是抵抗力 所以长者到文件再来他安心 他得到正确的信息 他又运动这是最好的 那当然这一个月的变化又很大 所以在之前这一个月 我们其实主要重点就是 让我们的赵福源得到正确的信息 我们转达都是指挥中心的一些 指挥中心的一些讯息 那也在这个时间也不断去强调 要勤洗手保持距离 因为你就是要减少这种接触感染 跟那个飞沫传染 那我觉得我们的长者跟我们赵福源 现在的意识比较好了 所以也是在面对第二波 等于我们也提前部署了 那现在接下来因为 因为的确案例比较多 所以各县市开始也有一些 所谓的会暂停 暂停倒站服务这一块 所以我们现阶段这边 我们大概的重点就是 我们觉得现在就是 依据中央指挥中心 他其实有一些 确定病例的一些建议 那当然我们就整个都是 按照中央指挥中心的 这个标准在走 另外就是 文件站虽然没有到站服务 但是我们的赵福源是走到部落去了 其实整个部落都是文件站 其实现在的概念就是 他就是当部落的健康兼兵 他到部落去 然后自己先做好健康的检测 然后也检测部落长者的健康检测 好谢谢科长